学了很多年佛 若然你们还是听不懂心经的内容 也许韩红这番说话会让你开悟 我觉得我每年的收入超过很多的普通人 在钱多的让自己害怕的时候 当然我跟那些有钱人不能比 可是我依然觉得我超负荷 我的收入是跟普通人超负荷的 在这个时候我感到了不安 在我看到很多中国人还吃不上饭 上不起学的时候我感到了不安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想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 也做不到袖手旁观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管国际上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会去非洲去救难民 因为我先把我自己的祖国先做好 再去做别人 他确实是观自在菩萨 能观察到自己内心的贪嗔痴力 而且能降服转为菩提 试问世上有多少个这样的人 看看最近娱乐圈地震 多少黑幕丑陋 被翻出来 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佛法 以为求就能让你健康 让你发财 而是佛法真正的意义 是要发现自己的缺点 加以改善而提高个人人格 灵魂深处散发出的魅力 改善气场 招感各佛菩萨的原理 以至善的供业 缔造美好的世界 这是要很高智慧 才能达到的指标 所以学佛的榜样 是需要先发菩提心 慢慢你就会明白 佛心就在你心 善恶到头中拥抱 你们喜欢哪些明星啊 相信大家 都是有剥弱智慧的 寥寥分明的 大家好 我是关自在 希望大家好好安住内心 观察自己 过着美好的每一天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